片子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泰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就是世界时事多合一第一则新闻 来自阿Joe 我们经常说阿Joe 究竟你是真是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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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现在有件事就假不知 什么假不知 我们之前说过 这个北溪天然气管道 其实亦有很多西媒整理了资料 貌似那时候整理的资料 就是说是和亲乌军的人士有关 但是这个华盛顿邮报爆出来的更加是直接 他们就有一份文件 原来就说 美国 之前已经知道乌克兰 是有 向北溪天然气管道放菠萝的计划 还有有件事 记得那四个欧盟国家 他们不是查了那么久吗 如果真是俄罗斯做 你肯定一早就公开谴责 没错 制裁 制裁以说真该用的都用完了 这份被泄露的美国 情报档案当中 原来是引用了 欧洲盟友提供 一些未证实的线索 线索而已 我们有那句说句 不是实牙实耻 不过 原来 这件事 纽约 华盛顿邮报当然是亲民主党的媒体 那究竟拜登是 诈不知 还是一早知道 有些人说 你是不知道还是假扮不知道 这是最高境界 这个可能他自己 我不知道 不知道还是诈不知 这个是最高境界 对自己 跟我们全部引述 根据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就是在这么神秘的事件 这个事件轰动全球 因为 如果你这条北溪管道 不能用 欧盟就没有天然气 即是连后备方案都没有了 在这宗神秘的菠萝 摧毁 北溪天然气管道事件的前几个月 原来 美国 这个华盛顿邮报 我引述他 就已经被告知 乌克兰军方密谋 是要毁了 北溪天然气管道 华盛顿邮报就说 一份涉密的美国 情报报告 是引用了 欧盟的一些 调查的 线索 这个资讯 是来自一个 欧洲友好国家的 情报机构 但是 就拒绝是哪个国家 之前 这个 德国夺盛 其实都是 与几大媒体合作 很多的资料流出来 看起上来 当然了 异似 我们很准确的 不会实验 异似是 有些亲屋分子 是有 在 附近租过船 而且 似乎有些计划 美国在 这宗波罗事件 当然 这宗事件之后 俄罗斯就说过 大家想想 谁获得你最多 因为俄罗斯可以卖 天然气给欧盟 如果这条 管道依然在 它仍有 可以跟它谈的 一个筹码 但是 那条管道都没用 它就没得谈 但是这些都是猜测 因为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我们就不可以说 不可以判断 不过看 华盛顿邮报说 华盛顿邮报说 在 北溪天然气管道 被毁 发生之前的三个月 收到一份详细报告 和多项针对 这宗 欧洲能源基建 设施的 被动手事件 原来 有一些 不确定调查 这些调查当中 发现的证据 好像挺相符的 华盛顿邮报 亦引述了 美国空军 国民警卫 队成员 就叫 谢拉 在社交媒体 这个我以前听的黄友说 我很想用 Discord 有一份 叫做文件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 中央情报局 拒绝评论 乌克兰的官员长期以来都否认 不是我们做的 去年九月 这个 水底就发生波罗事件 剩下 四分之三的管道是完好无缺的 有很大程度上 是撤断了 俄罗斯 通往欧盟天然气 基础设施 证明了 应该这么说 之后当然你现在损毁了 当然是输不到气 之后 互相指责 亦有很多的一些 阴谋论 各项的报告 轮番指责俄罗斯 亦有人指责美国 亦有人指责乌克兰 虽然有欧洲的情报 但是美国似乎 是指责俄罗斯 是毁了自己 最昂贵的天然气管道 就说 这样是作为 冬天来临前 向欧洲施压的一种手段 当然 当这个天然气管道被毁的时候 作为制裁的回应 其实俄罗斯已经关闭了北溪一号 而北溪二号 都未用 未投入营运 已经出现的证据支援了最初的理论 在现场附近的波罗的海地区 发现俄罗斯海军的秘密行动 丹麦海军在这个地区拍到一艘 再有小型潜水器的俄罗斯军舰 德国人员一直 在研究另一种说法 今年一月 他们搜查了一艘名为 仙女座的 游艇 这个游艇在2020年9月 在德国港口城市罗斯托克 是遭用的 可能就是 在这艘游艇开始 向北溪管道动手 在游艇舱内发现了 波罗的残余物 德国的调查人员和记者 已经将一名参与 遭用游艇的个人 和乌克兰军方联系 但是 这件事 几个参与调查国家 就不圆自评 问他们什么时候公布 报告 也不敢说 他们的调查细节 在某些方面 和华盛顿邮报引运的细节 是相似的 即是涉及到 在德国租船的计划 但是 这份情报 提到使用潜水器的意图 之前 大家 未将 这件事联系到 是仙女座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导 这个 阴谋论的细节 没有向乌克兰 总统 扎连斯基透露 以便令这位总统 否认对 具有严重 国际影响事件的知情 北溪当然 北溪管道是俄罗斯天然气 工业股份公司 Gasprom 和欧洲合作的共同投资项目 其实他们公司是持股51% 而欧洲伙伴 是不顾 美国政府对这个项目的抵制 投资了几十亿美元 记得当时默克尔 还在位的时候 说让我开了 后来拜登答他 但是 默克尔没有做 也有我战争搞到 北溪2号是用不了 这份 情报的简报 似乎是 基于乌克兰政府的单一 信息来源 引起了美国情报界的质疑 虽然 有保留意见 但是欧洲情报机构 仍是和德国政府分享了调查结果 德国政府 在 这件事件发生数个月前 向议员通报了情况 但是很少说 我发现 有些人和阳善的feel 当然一切都没有证据 这些都是基于一份报告 实际上 你说会不会有结果 我觉得最后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 这个机会很高 因为大家不想 可以说是一些丑事 倒出来 是 没错 如果是俄罗斯做的话 肯定一早就可以做了 一早就要抹擦你 制裁 去厉害 没错 好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你知道 又是欧盟 我们看到 很多的网友六友说 欧洲人 都很关心 政治 因为 你不管政治 政治都会来搞你的 原来又不是 他是想说这些东西 令人上街 或者参与他们的客户 没错 没错 欧盟大选 欧盟大选正式进入一年的倒数期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选民对欧盟的政治 和选举的兴趣程度提高 但是 每个国家 原来差别很大 我们看看 主要国家 以荷兰德国 的关心度和投票意欲是最高 但是 想不到经常上街 搞什么黄背心的法兰西 是最冷感的 是不是觉得 选来选去都是这样 因为是欧盟的选举 可能就反映了 欧盟的民意和权力的失衡 欧盟 今天 亦发布了 春季欧洲气压计 民意调查 原来 当然是27个成员国的 民意调查 虽然 被形容为 地表上第二大的选举 因为整个欧盟有超过3亿的选民 当然是仅次于印度 但是2019年 即是上届的欧洲议会 选举投票率 只是惊险 百分之五十一 仅近过半 所以看到那些议员很糟糕 其实是不是你们这么说 民选一定是代表民意 我就不觉得是 你看那些议员这么糟糕 欧洲议会的议员 普世价值就可以战胜一切 不怕你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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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届在疫情 在疫情、澳湖战争、通胀大升 的影响之下 其实欧盟民众的选举热情 都有所提高 欧洲议会发言 在记者会上说 20个受 调查的国家平均有 56%的民众对明年的大选感到兴趣 比上一次多了6% 这项民意调查 就是询问如果下星期就是投票日 你们怎样呢 结果有67%的选民 有意投票 原来投票以外最高的就是荷兰87% 北欧的瑞典和丹麦是83% 德国是73% 法兰西只有25% 的人想投票 跟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一样 欧盟成功 在欧洲议会的 次值 是按照人口的数量决定 当然 第一大人口就是德国 第二大就是法兰西 德国有96席 法国有79席 但是 从民调可以看到 这两个欧盟最大的国家 就是两个大佬 其实 对于欧盟事务的民意参与 这个72% 德国人也是热情的 而法国同样是 一般的 法国是42% 排倒数第二 最低就是斯洛 佛克 就是41% 民众对欧盟选举 不热冲的一个 叫做 最常见解释就是 在欧盟的三大机构当中 相对于27国政府首掌组成的欧盟理事会 以及 掌握政策提案 还有就是 推动执行权的 欧盟 执委会 这两个 其实都是权力比较大 唯一直选的欧洲议会 其实它的权力是相对小的 他们通过的议案 基本上是象征性意义的 没有入出力 而且它是唯一直选的 没有入出力 就不会被直选或者是 普选 没有差别 这个当然 欧洲理事会 是要跟 欧洲议会 分享通过法案的权力 而最大的 拍板力量 当然是来自 冯德来恩的 欧盟委员会 这个是现实 其实 冯德来恩如果是一个国家来说 他就是一个总理 他就是总理的职位 当然 这个欧洲议会 有些人叫伯家曾鸣 我觉得很多 妖兽到时 很多怪人 你都可以说八交真名的 没错 当然 现在也是有俄罗斯 他们也说 中国都威胁 应该不会威胁你的选举 说真的 好像中国来说 2020年 欧盟委员会 就是 和中国 谈 全面投资协议 而在2021年因为北京 他们 制裁了10名 议员 导致冻结了 这件事 他就有少少实权 起码 其实说真的 说就说实权 其实 都是欧盟 一些国家的 意愿 我们都说 其实 欧 欧洲议会 就是一个bargain 的 场地 他就说得很大 之后你就慢慢和他谈 就是找逢德来欣 和其他 欧盟国家的领导人 慢慢 降低 你说得那么大 之后就有一个妥协 当然 这个 台媒说得很劲 核弹级的 议案 什么事 原来就是 通过了一个 一起是 防止 经济脅逼 台媒说得很劲 但是 你记住27个国家 要全部答应才行 如果你用这个法律 什么事都说得那么大 你看看有一个欧尔班也够了 就是一个欧尔班已经够了 当然 看到每个国家 都是对于今次选举不同 我想他们不是不关心政治 应该关心本国政治比较多 因为始终 现在这个时势 很多人都记住 这个也是正常 好 这个就是第二则 最后一则新闻 亦来自欧盟的大佬 很有信心 索尔茨 德国总理索尔茨说 他看好拜登连任 并且说 跨大西洋合作 在美国 现任总统拜登带领之下 取得了发展 咦 会不会 做灯神 索尔茨 在一个论坛上 相信拜登很有机会再次当选 他就强调 德国 必须做好准备 跟美国任何政府都要合作 说真的 就算川普再回来 你都要跟他合作 是 现在还有彭斯 出来选的彭斯 德桑蒂斯 还有一些不知名人士 上次有一位印度裔 还有黑教育 John Bolton 还有一位非裔人士 没有记错 有非裔有印裔 共和党 都是共和党 但是 说真的民主党 貌似除了 周之外 就 没什么 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周都好 没什么事 索尔茨就说 他认为 德国和现任美国总统 有着非常密切的跨大西洋合作 他就认为 在德国方面看来很明白 这个 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就算 他想跟拜登合作 但是也要拜登选到 这个都是废话 难道选不到他们和你合作 阿水吗 是吧 美国总统大选什么时候 2024年11月 拜登 4月就正式宣布 竞选第二个任期 完成他要做的事 其实 我们也说过他的Slogan 是比较鸡 很鸡 很鸡 好像之前 阿曾 我要做好这份工 我要打好这份工 这样 没错 就是我要打好这份工 说真的 就是给人感觉 会不会是 打工仔心态 之前你那些是否太流 所以你还做了 我只是流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口号Slogan 好像对之前那些有少少否认 说真的 那就不知道了 当然 拜登已经推出了竞选网站 另外 前总统特朗普 亦在2022年11月宣布参选 现在看 在民主党内 基本上拜登是 毫无争议的第一候选人 之前 赫锦丽就有机会 不过 我相信赫锦丽下一届都是做副手 一起出选 共和党方面 就相当正裁了 我们看看特朗普的民意调查 依然是领先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更是其后 但是 特朗普曾经的 付手 后来就罵了 彭斯 虽然 我觉得他赢 不容易 但是 他所代表的 福音派社区的 选民 亦会成为 德桑蒂斯和特朗普 要争夺的票员 我们看看 CNN 最新的民调就显示 如果在 今个月选举 43%的成年人 就会投给 拜登 33%的人 就会投给 川普 如果拜登 与德桑蒂斯 对决 41%的成年人 支持 周 33%的人 就支持德桑蒂斯 咦 暂时来说 两个烂橙 简貌似 都是拜登 当然 CNN 究竟准不准 很多人都觉得 CNN 就很偏帮民主党 但是这些东西 我相信 他们不敢做 不过 你要知道 他访问的 选民当中 会不会有 已经是有一个 已经是有一个 筛选 会不会已经是民主党人 或者 本来 已经是不喜欢共和党的人 这个都要想一想 没错 没错 但是即使 曾经在大选中 胜出的特朗普 他的领先优势 原来 都不太明显 只有29%的受访者 希望看到特朗普 在2020年 再次当选 总统 而71%的人 不希望他 明年是重返白宫 当然彭斯 真心说 彭斯就问点 但是会不会 票 可能都会 可能都会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